等了这么久台北股市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费得将于5月5号凌晨2点 释出升息缩表最新决策结果 是否会如预期升息两码 还是会有更鹰派的消息呢 缩表速度会以每月950亿美元的步调缩减 还是会加快脚步呢 全球市场屏息以待 以及传来一个风声 Apple Car要委托鸿海代工生产是真的吗 怎么相关概念股都小涨呢 今天张艺辰分析师要来告诉你 台股致实一样出现 就要学巴菲特开始贪婪 价值投资当道 请一定要收看我们今天的股市的炒店 记得按赞订阅留言加分享 开启小铃铛 股市的炒店投资不断线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Coco 今天在节目现场我们邀请到最懂外资的张艺辰分析师 医生好 Coco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老师啊今天呢台股以小红作收 来等待今天晚上的费德律律决策会议的结果 对就在今晚啊 对就在今晚 大家久等了从这个3月升起1码到现在5月有可能要升起2码 这个市场都在静待这个消息 是那这个消息老师会怎么看呢 我们今天节目也会非常清楚的跟大家来做分享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主题的部分呢 诶到底今晚的费德律律决策会议之后呢 会不会变盘呢 有请到老师跟我们来做解析哦 还有我们市场有传出Apple Car 怎么会未眼先风洞呢 他传说我们要委托鸿海来做代工生产 是真的吗 但是相关的概念股今天也是小涨耶 到底怎么回事呢 车店类股真的会磨拳祸祸祸吗 以及今天张艺诚分析师来跟我们分享 当巴菲特开始贪婪 也就是台股成交量出现窒息量的时候 价值投资当道吗 请一跳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接下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走势呢 昨天的美股是震荡收红 今天台股是开高震荡 由航运股是撑长 货归三雄呢 接有2-3%的涨幅 加上呢市场我们传出了 苹果Apple Car是由鸿海来做代工 也激励了鸿家军今天的股价表现 像鸿海呢 今天就上涨了超 呃将近有2% 而震荡接着收涨停 以胜KY 广雨 建汉 红准 台阳 今天也是大涨超过半根涨停 中场呢 是收在16565点上涨了66点 涨幅为0.4% 成交量为1924亿 还是呢没有到2000亿 到底怎么回事呢 而贵卖指数的部分呢 今天是开高走低 中场是惊险以平盘来作收 收在195.17点 成交量为563亿元 讲到这边呢 就要赶紧来问一下老师了 老师 台北股市呢 连续两天成交量都不到2000亿 对 算是出现了致息量吧 这样算是致息量对不对 对 那目前来讲的话 来到这个1900多亿元嘛 那昨天是甚至是来到1800亿元 是 那相对于前 这个上礼拜来讲的话 真的是在5月的前两天 都出现这个致息量 对 那当然就是今晚的这个联伦会会议 是一个重点啊 老师那人家都说呢 新低量会有新低价是真的吗 我认为反而在这个加权指数 在这个下滑过程当中 如果是出现在这个 相对谷底的位置啊 不认为会有这个新低价 反而是个变盘的前兆 也就是说这个卖压 也出现一些空方洗售的味道 对 在这个相对谷底已经卖不下去了 或者在等待最新的讯号 那刚刚讲的 这个5月如果要升息两码 以及这个缩表的进程会公布出来 我认为今天晚上的美股 大概就是两种表现 第一个就是大涨 那我们还就是大跌 对 如果这个相对的这个 这个没有这么鹰派 股市就有这个反弹的空间 美债直律开始滑落 那个往回拉回滑落的话 电子股就有这个反弹的空间 那相反的 如果这个过于鹰派啊 那有可能还要再回测一下 对那台湾加权指数的话 可能前波低点16219 就有可能要再次进行这个回测 天啊 所以我认为大概就是两种情况 要么就大好要么大坏 因为股价加权指数 已经修正到这个万六附近了 我认为这个偏向变盘 而且是往上变的这个几率是比较高啦 因为这个该反应的也反应完毕了 包括美国GDP啊 或者是这个中国大陆GDP不如预期 以及相关的财报 其实该反应都反应了 接下来就等这个利空出尽 不确定性变成确定之后 股市就有一些上涨反弹的空间 所以这边的低量 我不太认为会有这个低价啦 除非联储会过于银派 所以我认为是有这个往上变盘的空间 是哇太好了 感觉是一个好消息哦 感觉这个变盘是往好的地方往上成长 那所以意思就是说台北股市也会跟随着美股 今天如果是收红 那我们台北股市在开盘的话 也是有很好的表现了 对因为目前其实这两天 其实就在回补上周的挑空缺口啦 上周三跟上周五的分别有留下同样的缺口 那其实昨天就已经有回补部分 今天是因为这个美股连续两天往上拉 所以这个上涨66点 不过因为是这个低量的这个状态啊 所以都是主要都是参考 以及目前这个族群上面轮动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指数只是参考 是的好指数只是个参考 那说到老师刚刚说到族群轮动呢 我就马上就想到航运族群了 因为今天航运族群呢 普遍都是表现的是最撑场 最撑场的然后表现最好 但是他成交比重有来到了25% 老师有没有可能呢 5月会由航运股来做领长呢 嗯其实上一集我来这个热草店或是这个 这边的时候就有介绍大家这个航运股啊 散装嘛 所以你就看到说今天5月 5月的第二个交易就有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好表现 航运就撑起来 在这个量缩的过程当中 航运还是往上出量的哦 可以看到这个航运这个指数啊 是连续往上5天连续往上翻扬 那法人三大法人也都偏向站在买方居多 所以在电子股还没有完全回省的时候 我们在上一次节目来这边做分享的时候 就有帮大家来掌握到 那我认为航运这边还是有这个期待 这个后续往上继续爆发的这个力多啊 第一就是这个中国大陆 五一长假明天就要结束了 是对那结束后来 接下来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个解封 封城管控的会不会出现 这个进一步的松绑 那接下来运力大幅提升 因为现在目前都这个塞港的状态啊 不管是大船小船其实都一样 因为这个港口相对来讲的话 这个运力并没有往上做提升 大部分人都是被这个 这个封控管制关在家里嘛 所以大家比较期待的是这个 五一长假过后 大陆相关的港口能不能顺利的 开始开港 所以这些航运业就有机会 迎这个运量往上爆发的时候 对因为目前这个长月价格 都已经确定翻倍了 那价格已经到位了 大概就是等这个数量 开始往上做爆发 这个航运业就有机会可以挑战 这个四月的波段高点 是哇好期待他来到了281.38更是超越哦 那这是航运的部分 那下一题呢想问一下老师就是 因为市场有传闻呢 传出Apple Car要由鸿海来代工生产 让今天鸿家军的表现都很不错 像是你看鸿海今天就有1.46%的涨幅 还有相关的车电也都表现得不错 老师会怎么看 嗯鸿海的话之前有帮大家有回答这个Q&A的问题啊 那其实鸿海他大部分的股价都维持在这个100块之上 是对在这边做震荡 其实他目前的支撑啊100块以下的支撑就是他目前本业 就是说平盖股这个相关的手机代工 相关的这些本业来支撑他目前的股价跟营收 那未来上看的题材当然就是电动车啦 所以接下来他这个MIH已经要在10月下旬 10月中旬要开始这个首批订购单 预购已经要开始起跑了 接下来他这个平台要扩及其他的 比如说刚刚这个市场传出来的Apple Car 也有机会接到这个代工的订单 我认为都是支撑股价在100块之上的想象空间 因为鸿海在这一块他已经对看到未来 要领先往这个电动车的代工上面走 因为相关的平盖啦 或者是说手机的这个代工啊 已经走到一个瓶颈了 包括今年的首席的这个产量也往下修嘛 所以未来我相信可以往上带动股价上升 当然就是电动车这一块 那目前Apple Car的话我认为是这个这个意测嘛 是这个传闻 不过我认为还是有这个几率啊 那目前来讲的话回到100块 我认为是这个正常的价位啊 可以以这个正常的这个平常性来看待 这一次股价回升啊 然后相关的族群 车电股还是这个今年的主流之一 所以都可以这个来做留意 是那老师感觉真的是只要个股 他是有跨足领域碰到了车电股的话呢 哎都是有个很好的表现哎 好那这是未来的趋势 那接下来看一下三大法人的部分呢 今天外资是转为卖方 卖超0.64亿 投信呢是连续第15天都是站在买方买超9亿 今天总合计呢是买超5亿 外资今天买了长荣 阳明 联电 友达以及群创 卖超呢则是星光金 开发金 大成钢 元金 以及玉山金 投信今天买了星唐 慧阳KY 永丰金 开发金 以及人保 卖 华邦店 友达 星光钢 晶元 电子 以及大成钢 以上留个投资朋友来做参考 我们接下来进入老师今天的主题了 当巴菲特开始贪婪的时候 哎 台股成交量出现了窒息量 是我们要来价值投资的好时机吗 我们先休息一下 记得很高 欢迎搜寻 股市热草店 投资话题不断线 老师 你常说呢 别人恐惧 我贪婪 哎 但其实这是巴菲特讲的啦 但是你看台股最近的成交量呢 都是不到2000亿 这代表说市场的 恐惧的情绪是比较高昂 对 已经来到一个相对顶点了 嗯 对 是 所以老师今天要跟我们分享说 当成交量已经出现了 致死量的时候 我们要来学一下 巴菲特爷爷 我们是不是要开始苍然了呢 这样的投资到底要怎么操作呢 我们有请老师 好 那第一章我们可以来看到说 目前刚刚讲的这个散户 悲观的情绪 其实来到这个2009年3月以来的新高 因为根据这个 这个AAI这个协会所 这个试掉的数据啊 59.4%的受访的散户啊 对于美股未来是感到悲观的 这个是创下2009年3月以来的新高 所以对于目前 以及当时2009年3月 因为散户都是相对悲观的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2009年3月当时正是历经 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 对相对的这个过程 所以我们直接来看一下线图 就可以发现 金融海啸发生的时候就是什么 2008年嘛 这个2008年的年底啊 已经见到波段低点 3955点啊 当时的指数是这个腰斩在腰斩 对是相当恐慌的 然后经过一两个月的这个整理啊 来到三月的时候 其实股市以及这个散户啊 都还是对前景是相对悲观的 因为在发生金融海啸之后 很多的这个企业被裁员了 很多企业倒闭 所以当时的散户是在这个情绪 相对悲观的这个高点 但是对于股市来讲 有时候就会出现这种转折 当散户最悲观的时候 就是起涨的时候 所以看到2009年3月的时候 这张加权指数台股 其实就是一个起涨点 从三月开始稳步了 就慢慢的往上爬往上爬 然后当时在三月之前 也出现这种窒息量 就是我们看到下面成交量 对分别有两个这个箭头 是这个谷底 所以看到成交量 也在这个整理的过程当中啊 也有看到往下这个量能积缩啊 老师这个窒息量 是不是跟我们这两天的 台股的成交量一样 是在1000多亿而已 对我就知道用这个比喻 所以目前看到说 这个量能突然按照 之前的平均来讲的话 是突然量缩的 而且是量缩到一个 比较相对不可思议的部分 所以之前在2009年 在这个相对恐慌的时候 之前也有发生过这样的 这个这个现象 所以对于目前我讲的话 你就不用太恐慌 所以针对这个目前悲观的情绪啊 以及这个窒息量 其实在过去都是有机可循啊 好那接下来看一下呢 波克夏在第一季的市场大跌 也是购买超过510亿美元的 股市在大跌 他反而在买 对波克夏就是个巴菲特旗下的公司 那他在第一季就开始贪婪起来 那目前今年就看到说 这个股市在这个这个 这个1月创新高 创例子新高之后 就开始往下做拉回 1月2月3月3月发生这个 这个2月底3月的时候 也发生这个乌尔战争 这个黑天鹅事件吧 不过波克夏对 巴菲特就在这个大跌的时候 对进场贪婪 大买股票510亿美元之多啊 当中除了这个石油股之外 也买这个电子股 苹果是这个主要的投资组合嘛 原本就已经占这个市场了 大概3月底的时候又这个进场加码 加码6亿美元的这个苹果股票 所以巴菲特还说 要不是这个股价开始做回升的 他可能还会再买更多 老师你今天的巴菲特呢 我有特别来研究一下 因为上个礼拜4月30号的时候 他有开一个股东大会 我就看了一下 巴菲特他竟然说了一句话 他说去年3月股市在大跌的时候 他非常后悔没有多买一点 我回想起来真的 去年在2021年的时候的3月 真的是股市来到了相对的低点 对所以巴菲特一直都在等待这种机会 那今年石油股或是相对价值型的 这个电子股拉回的时候 他就有做一些动作了 不过他也说了 不幸的是股价开始回升了 所以他把股价回升当做是不幸的 我认为这个用词也很有意思 因为大家对于散户来讲的话 当然就是股票下跌 大家比较不幸 但是对于这种这个价值股 中长线还有机会在网上创立这个 有价值而且有机会创新高的股票 下跌他反而觉得是幸运的 是可以减到这种便利的好股票 所以对于这种价值投资来讲 我认为在这个波段的谷底 包括台股或美股 都是有这个仿效的这种方法 就是在目前当好股票坏股票 都跌的时候用价值投资的方式 来找目前盘面上好的标的 是的 那我们跟着股神操作呢 哇看来就是会有很多很多很多的 投资意想不到的机会出现了 而且呢发现连Elon Musk 他也是化身为投资大师 对这个钢铁人他在这个 这个台股休息的期间 他也因为这个粉丝 找他上那个推特来求助 因为4月份美股也是大拉回 大拉回的幅度其实比台股还多 纳斯达克跟费半指数都跌幅超过两位数以上 好所以4月美股崩盘 这一些粉丝也找他来求助 好这个Elon Musk自己也说啦 他认为有三大要点啊 在投资股票上面的话 第一个什么买几家 你相信他的产品或服务的公司的股票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什么 当你要卖出这些股票的时候 等到他们产品或者服务去恶化的时候 对你不认同的时候再卖出 然后第三个也是相对比较重要的 对跟这个大部分的投资大师啊 都比较雷同是什么 股市对这个下跌的时候 千万不要跟着惊慌恐慌嘛 所以在股市在不理性的时候 其实你要去克服人性 对不要跟着去这个恐慌 然后杀错股票 所以第三点我认为是相对比较有参考性 因为其实前面两个 基本上就是你买这个股票的原因啊 对你相信他的产品服务供应链 然后当你这个买进的理由消失的时候 其实就要卖出了 不过在股市也会发生不理性的时候 相对恐慌的时候就不要跟着惊慌 好的 所以马斯克也说这个从长远来看的话 这三点啊是这个 会有很大帮助的这个要点 是好太好了 老师我发现呢 你看像是我们的最有钱的Eron Musk 他也是相信价值投资 还有我们的股神也是相信价值投资 但是呢价值投资在这个升息年 我们到底该怎么来运用呢 嗯好我们来讲一下 你就刚刚讲的 这个5月5号礼拜四的早上 台湾时间了 5月5号礼拜四的早上 是这个5月4号 这个美国晚上的时间 下午的时间 是FOMC就是联准会的利率决策会议 预期这一次要升息两码 对会把这个基准利率往上推升到 0.75%到1%的这个水准 那到今年7月就有可能看到利率 在2%这个2%水准之上 所以在今年来讲的话 不到对不到这个4个月 就要从零利率来到2%以上 所以难怪这个目前的科技股 或者相关的股市啊 都会拉回比较严重 对因为这个利率在短期 就要往上推升这么多 上一次的升息循环 其实花了3年时间 才从零利率到2% 对 但是这一次是不到4个月 对不到4个月 所以这一次当然这个科技股 或是相关的风险性的资产 所以拉回是比较严重的 不过这时候升息背景之下 其实价值投资就可以来来参考 因为这个千年 前年还有去年相对的女股神 对女股神方舟投资 就是ARK这个执行长伍德 对之前是被这个高高捧在上面 因为他是这个女股神嘛 他主要是追求这个成长性的股票 包含这个特斯拉 以及相对的这个比较风险性 比较大的这个生技股 医疗股 好但是目前啊 今年来讲的话是跌落神坛 对ARK旗下的ARKK 这个这档ETF 已经下跌超过60%了 所以成长性的对的代表 这个美股女股神伍德 他的旗下基金已经下跌 拉回幅度相对是比较大的 会不会换回说价值投资 会重出江湖 也就是说以这个巴菲特为代表 这种价值性的投资 对对于这个女股神 是一个相反的投资的理念啊 所以会不会让这个价值投资 又重出江湖 在台股以及美股在谷底的时候 用这种方式对来看待股市 可能会有更多的空间啊 对那价值投资主要准则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有这几点 好第一个什么本益比相对低 那其实也是股价净值比对 小这个比对就比较低的 也就是说相对你是不会买太高 买太贵的对所以价值投资 就是在你认为它的这个价值啊 未来是有机会对 从这个低估到回归正常 对那甚至到这个股价继续往上 所以目前一定是要处于 相对比较便宜的位置 是好那老师说到便宜的话呢 就感觉现在可以很适合挖在很低 因为台股现在是属于 比较底部的部分来做纯洁对不对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要怎么做呢 老师有说到咯 价值投资法就是在台股的股底 要来减便宜 而且现在很多人都不敢进场 但是这些居然可以进场 老师怎么看 对我们用价值投资的方式啊 帮大家来找选这个 这个几档性不同 不同这个族群里面的股票 对好 刚刚除了这个本益比之外 股价净值比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你回馈股东 对ROE就是这个 这个股东股权报酬率ROE 我们用近五年来看一个平均 然后以这个油高到低 超过20%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阳明 阳明 有24.4% 然后呢 如虹1476 纺织股有24.1% 好IC设计我们也挑一档出来 6138的茂达有23.1% 以及连接器 信邦22.5% 好另外什么 再来是本益比 对你要相对便宜 我相信阳明已经够便宜了 本益比只有2.6倍 而且殖利率也很高 对殖利率也很高 殖利率要配这个20块现金鼓励 所以现金殖利率今年就看到这个15.38% 然后其他股票其实也都处在相对对 相对便宜的区域按照他们的历史水准来看的话 现在是相对比较便宜的 然后现金殖利率都有大于对这个3%以上 这个如虹来到这个历年平均啊 就说他历年平均的这个现金殖利率来到将近快4% 然后茂达这个近三年平均有6点 对这个这个6%以上 然后信邦呢也有大于这个3.7%以上 来到将近快这个3.8% 近三年平均 所以这些股票都可以用这个价值投资的方式啊 来做这个投资啊 那我们就一档一档来看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的话是阳明 好阳明2609 其实去年就大赚了48.73 换算金的股价就是刚刚讲的2.6倍 对不对2.6倍多 所以是相当便宜的 如果用本益比来看 好今年第一季有可能预估超过16块 对EPS要赚超过16块 因为去年第一季就赚16块了 今年第一季已经收在网上做年增 所以第一季是有机会再赚超过16块 所以换算来讲的话 其实今年的本益比会更低啦 所以有机会再创下单季新高 对大家这个对对航运股的期待 大家是比较高的 那另外是什么 美东以及这个美西的运价 这我一直在高档 对甚至缓震的状态 以及这个未来客户的这个长约价格 已经都确定翻倍了 在4月中之后就已经陆续敲定 陆续确定了 以及它什么 这个航运的这个附加费用 也会往上做调涨 所以这些利多都相对的是比较稳固 现在就是等这个运量提升的时候 老师那这样子 股价到底要拉回到哪里的时候 我们可以来承接 其实航运这个阳敏 或者这个长龙 其实之前就有帮大家来做这个把握了 对之前都有拉回到这个季线的位置 对月季线的位置 然后上周其实也有这个拉回的位置 我认为目前来讲的话 已经相对涨到一个月线之上了 我认为如果在此时的话 当然就拉回月线 对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区域 好的 不过中长线的话 季线是一个相对更好的一个位置点 是老师那价值投资 我们是不是看季线会比较好 对看季线看中长线会比较好 是的 然后法人其实在外资 其实在上周五 也大买这个航运股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档是如虹 好1476的对如虹 这个这个这个纺织纪优胜 其实在3月的时候 他是摔跤 你看股价是从这个600多块 跌到421 基本上就是已经这个大跌 20几%将近30% 好但他在过去其实是一个自由生啊 主要他会下跌的原因 就在他法说会上面说的 对 这个第四季的毛利率不如预期啊 以及这个越南疫情 相关的推升他的成本 造成说 他这个三月的时候 就往下一路拉回 蛮严重的 好不过第一季营收 还是搅出很亮眼的成绩 首次单季是突破百亿元啊 好目前外资啊也有部分是给予他鼓励啊 就说哎他看多了目标价调到855块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其实这档股票啊 他在过去其实都是自由生 好那因为这个三月 第四季的毛利率不如预期往下摔 我认为也有机会是这个价值买点啊 因为你会发现 这个投信法人啊 其实在这个三月底 四月初的时候 其实就开始陆续的买超了 对1476如虹 所以看到股价就稳稳的在上涨 稳稳的在上涨 我认为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利空啊 对造成这个不管是他的营收 再往下做衰退的话 其实他就有机会慢慢的涨慢慢的涨 再回到他过去 对他过去的龙景啊 所以这档也是可以用价值投资的方式 来看中长线的 对纺织类股上面的紧细循环 好的谢谢老师 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档是茂达 好这个电源管理IC 目前他之前也有召开这个法术会 一样这个宣布说 目前的供应链还是吃紧的情况 产能陆续投产之后 哎营运有望看到这个吗 记记网上做这个计真的表现 目前股价其实在这一波 四月份也是做拉回 从260多一路拉回到180 对那目前股价悄悄的往上 好那我们刚刚也用这个表格 来给大家看到 他相关的殖利率啊 本利比亚都处于在这个相关的 比较吸引人的地方 三月份的营收是创这个历史新高 第一季营收也创这个单季新高 所以他在基本面还是相对好的情况下 哎不过这个股价跟本利比亚 来到一个相对低的位置 你可以来看到法人其实在近期 是有在做这个低减的哦 所以我认为用价值投资方式也是可以找到 一档相对有支撑 而且基本面好的 然后回馈股东 股东报酬率是高的股票 6138的贸打就是其中之一 好老师虽然他在月季线之下 但是还是可以拿来当作价值投资嘛 对你可以用更长的这个均线来看啦 对你可以用这个年线 年线或半年线 但是因为目前股价在这边的时候 外资法人就有在做琢磨 我认为就可以来做6亿 好的谢谢老师 那看一下最后一档是信邦 好也是这个电子厂连接器大厂啦 这个第一季大赚2.9元 在创单季新高 那第二季续看待季增 所以是有机会 那目前股价来讲的话 其实是相对比较平稳一点 因为他也是在这个连接器里面 这个相当好的这个机优生啊 所以在3月份 这个大拉回之后 其实在4月 电子股跟台股是拉回比较多的 不过他在4月整个月 基本上就是一个维持横盘的整理 对这个一根长红K之后 大部分的股价活动 就在那个长红K28 2.5元 的肢间嘛的肢内 在那边做整理 然后呢外资以及这个法人啊 达里这边都有在做一些 那个这个买超的动作 好信邦的4月营收 已经公布了 再创单月的新高24.7亿元 目前公司也说了 目前这个中国风控的这个影响啊 其实不影响他目前的供应链 因为他备料已经来到3到6个月 所以未来3到6个月 如果这个开始出现这个缓解的状态的话 他是不会被影响的 因为他的备料是相对稳定的 未来公司要提升他的毛利率 会转往这些比较毛利率比较高的产品比重 包括这个工业还有医疗产品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 我认为股价在相对电子股拉回之后 他是有手的 而且是有一个底部出现的 慢慢出现的 我认为在月季线之间啊 都可以找这个价值的买点了 好的谢谢老师 以上呢是老师跟大家分享的 你可以在台股再出现窒息量的时候呢 就是当大家都非常的恐惧的时候 价值投资就浮现了 所以大家不要忘记 你为什么要买这档股票 那当呢你这个原因已经不在了 诶那有可能是你要脚底抹油的时候了 那今天也非常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QA单元 整股专门店 首先呢网友提问的部分 第一题是 负顶去年配息6块钱 第一季获利创高 EPS有3.53元 毛利率有28% 今年也是冲刺新品 而且今年 今天呢一开盘就锁涨停了 老师怎么看呢 嗯目前来讲的话 8261MOSFIT的这个领头仰负顶 今天来到一个跳空 直接涨回到三位数100块 那因为他要配6块啊 以目前收盘价的话 这个支援力还有6% 所以当然在这个 在这个90块的时候 他当然支援力更高 对更吸引人 所以这个富顶 不管是这个AMD概念股 或者说跟这个车用相关的 其实他都有受惠 那未来电动车 今天也在涨这个电动车嘛 其实富顶 也是一个泛洪海集团当中 一个重要的成员啊 所以相关的供应链 以及这个MOSFIT 这个出货 如果今年可以看到 继续的往上做这个 这个增温的话 会维持第一季的 这个好表现的话 我认为还是有机会 回到他原本的区间 在100块到120块之间啊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 这一档也是相对 价值被低估的股票 对他的这个持续率是好的 然后他的这个产业前景 有机会在往上做攀升 所以我认为8261的富顶啊 一样有机会在这边 在往这个三位处之上 来做这个挺进 是的好的 所以老师意思就是在100元附近 在震荡的时候呢 就是各位投资朋友 可以来做留意的时间了 来看一下下一题是环球金 去年呢总共配息的是16元 目前产能满载 客户也是抢签长约 外资连巴买 今天跳空大涨半根涨停板 也是回补了4月27号的跳空缺口 老师怎么看呢 嗯这一档的话 我就认为是相对的 比较算是跌升反弹啊 跟上一档的这个现行 或者是说这个股价波动比起来的话 其实6488环球金 它是这个波动比较大的 而且它换算的本利比啊 也是相对比较高的 所以股价从这个800多 一路跌到这个不到500块 这上周是不到500块的 目前来讲的话 我认为外资在这边做小买超 对 还不能看多是一个中长期的趋势啊 因为矽晶圆 不管是这个环球金或其他的 这个中美金啊 亥雷啊 相关都是在这个波段低点啊 对那外资在这边买超 我认为可以再做持续的观察 因为外资在这个股价往回拉的过程当中 是大卖超的 那目前小买超的状态 还不能看作是一个中长期的趋势啊 我认为要等到这个均线啊 开始落底之后 开始往上弯的时候 才是个相对比较安全的区域啊 目前这边的话 我认为就是相对的这个跌升反弹 好的 那这个环球金的部分呢 就是月季线要上扬的时候 才可以让大家投资朋友来做观察咯 那最后一提是玉民的第一季的财报亮眼 EPS也有一块钱 再加上BDI指数是小涨 投资也是正在买方 空手我们还能够买进场吗 嗯 那散装航运其实在上一个节目 就帮大家来做追踪嘛 那2606玉民 他不只是散装航运 他其实也切入到这个风力发电 他有这个风力发电 上面的这个运输补给船 对他今年也称这个要预计要增加四艘 目前已经有两艘了 那接下来也有机会再投入 到这个风力发电再生能源上面 所以散装航运啊 或者是风力发电 我认为也是可以这个延续性的题材 我认为这个散装航运 买黑不买红啊 你看到这目前的股价 其实就一红 对一黑一黑 然后今天也是上涨的时候 所以我认为操作这种相对 比较波动性比较大的 这个小的股票我认为就是买黑不买红 然后如果看到外资或者相对法人 有大幅卖出的话就可以另选标的 对然后2606的运名 然后2605的这个星星 都可以做留意 以及上一次帮大家分享 2637的这个慧阳KY 也是一个散装航运上面的指标 好的那散装航运呢 大家都可以以老师刚刚所说的外资的动向 还有买黑不买红来做参考了 那如果网友你们还想要来做更多更多进一步 想要了解你们手中的个股的话 也欢迎在我们底下做留言 我都可以来帮大家来询问老师 那也记得每周1到周5的晚上9点半 准时的在YouTube上面首播 欢迎大家一起来收看 也记得按赞订阅留言加分享开启小铃铛 同时呢萤幕上面有老师Light跟Teregram 欢迎大家都可以加入跟老师做互动还有交流 那今天也非常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Coco 拜拜 拜拜